NBA球员,都是万里敲一的天之交谱。 在进入联名后,因为个人的能力和进入不同,慢慢就会拉开差距。 球员,球星,超级巨星是最简单的画风。 仿着基本对等的人则球衣交换,应该是找和自己地位相等的球员。 在NBA中,那些成年以后的巨星,都会有自己的球衣号码。 伴随着漫长的职业生涯,混流向无数能量的精彩的瞬间。 从某种程度上说特定的球员号码就是球员本人。 就像高牛的23号,胡云的8号和24号,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号码代表着谁。 这个号码背后,又有着本样的故事和传奇。 NBA球队的球员突入仪式,就是一种对球员而言极高的能力和认可。 像科比和乔丹这样胜负欲望极强, 并且历史地位极高的球员,是不愿意和其他NBA球员交换球衣的。 也为这预约着,完全承认对方在篮球里一面的成就和自己一样高。 这对科比这样的球员而言是能以接受的。 分辅着对方的号码,意味着,愿意将自己当成对方去战斗。 在维德之前很少听说有NBA球员比起交换球衣。 维德在即将退役时和曾经对肩战斗过的张努斯交换球衣时,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但随后这种玩意来的与队列球员交换球衣,就有点让人摸得着头脑了。 因为在交换球衣的球员中,既有库里,泡交这样的联名联名差距, 又有西蒙斯这样的权力虚秀。 同时还有角色球员,一时间好像是谁都能和维德交换球衣。 这舞行中让维德被观众用为是自尊身下。 但维德可能只是单纯的想给自己留个念想。 只是不放进入热火的战绩并不是很好。 27胜33负的战绩,让维德经常在输球后, 与对方球员交换球衣。 这在观众看来,似乎有休息更大。 科比曾与反国足球巨星亨利,交换球衣。 亨利17岁就进入防甲皮球。 先后效力于尤文图斯、安芬娜、八分联络党等俱乐部。 职业生产获得过各大联赛冠军, 以及世界杯、高中杯、班冠等冠军。 是足球大脑冠导主。 可以说,亨利在足球领域的成就, 丝毫不比科比在NBA的成就差。 感人都是追思令磊的佼佼者和领头人。 因此,他们交换球衣就显得胜利成章。 科比还曾到巴西道的试验场待访小罗。 感人交换球衣。 小罗穿上了科比的美国国家队球衣, 给了科比面子。 毕竟国家队球衣不比俱乐部球衣。 选者有国家层面的阴缩在内。 而科比则穿着一件白色感绣。 于是科比不给小罗面子。 是真的穿不上了 表人身材差距较大 小刘的球衣可能柯比只能收藏起来了 要穿出来一本是不可能了 最后小编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柯比愿意和有NBA球员交换球衣 你认为他会是谁呢